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正在努力提高其制造能力,因为它正在努力应对收入下降和个人电脑需求的急剧下降,而PC占其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12月上旬开始访问亚洲,首先与PC、伺服器等台湾供应链厂商见面交流,随后则飞往韩国,与三星集团会长李在荣见面,并与三星、DS及DX部门主管会面。 据业界消息指出,基辛格此行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确定,基辛格原本计划8月底到访台湾,但取消了行程,随后10月则确认年底前将到访日本、台湾、韩国等三地。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基辛格将与合作多年的供应链厂商会面,包括华硕、红旗、技嘉、微星、广达、和硕、人保等OEM、ODM厂高层见面。 业者分析,英特尔近年来面临对手AMD持续蚕食式战略,这次来台与OEM厂见面,应是要巩固长期合作关系,并讨论明年可能的新合作案。 尽管英特尔方面也证实了基辛格将由台湾行程,但并无与台积电高层会面行程。 因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总裁魏哲嘉等都已赴美,出席主持美国亚利桑那州12寸晶圆厂FAB21,第一期的首批机台设备到场庆祝仪式。 虽然英特尔在IDM2.0策略中决定打造晶圆代工服务事业IFS,但英特尔仍是台积电主要客户,包括Alchemist绘图晶片采用台积电6nm制程, Ponte Vectio绘图晶片的,连接及运算晶片块Kaos分别采用台积电7nm及5nm生产, 且预计明年底将把新一代中央处理器中的晶片块为由台积电3nm生产。 业界人士指出,英特尔将会有董事会成员参加台积电FAB21厂首批机台设备到场庆祝仪式,未来双方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不过,据彭博社12月上讯报道,英特尔技术开发主管兼副总裁Kelleher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上说, 他们完全走上了正轨,正在按季度制定计划图,根据这些计划图,英特尔处于领先地位或步入正轨。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带领下的英特尔,壁图扭转市场份额输给AMD和辉达等竞争对手的局面。 Kelleher表示,英特尔正在采取比过去更加务实的方法,制定应急计划以确保不会再出现重大延误。 它还更多的依赖设备、供应商的帮助,而不是试图自己包揽完成所有工作。 英特尔过去通常在同行之间筑起高墙、不共享,因此不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该公司在10月表示,包括裁员和放缓新工厂支出在内的行动,明年将节省30亿美元,到2025年底,年度削减将增至100亿美元。 英特尔12月开始,将为爱尔兰的数千名员工提供三个月无薪休假。 该公司计划在明年压缩30亿美元,来对抗全球晶片行业的大幅萎缩。 英特尔今年早些时候刚刚宣布,加大对爱尔兰一处新设施的投资。 据悉,该公司目前还在向LeakSleep工厂的员工,询问是否考虑这个方案,但并未强制执行。 英特尔表示,这是一项自愿休假计划。 在被问及如果主动参与计划的员工,过少或过多会发生什么情况时, 该公司补充到员工可以申请,最终由公司来决定。 此举正值各大科技公司,最近几个月纷纷经历裁员潮之际, 他们都希望借助这种措施在经济下滑时控制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年大流行期间, 科技企业大肆扩张,已高些后职抢人, 两年后,矽谷大裁员令不少人才回流华尔街。 过去数十年,进入矽谷大厂是无数年轻人的终极目标, 大流行两年更是将这一观念推向极致。 不过,矽谷裁员潮令形势发生微妙变化, 不少人正在犹豫是否回归金融机构。 有分析认为,大流行期间,金融、咨询等传统行业的人才 见证了科技大繁荣,不少人选择跳槽, 甚至零基础转马,希望分得一杯羹。 现在风水轮流转,来自Google、Amazon、IBM等公司的优秀人才 正在留下华尔街。 此前,因科技人才要价不菲, 传统金融机构无力于科技企业抢人, 经济放缓时期金融企业表现坚挺, 具备吸收科技人才的实力。 人才资源将重新分配, 科技从业者游向更多行业, 整体而言是有益处的。 与此同时,晶片制造商也同步遭遇了市场的快速低迷, 许多公司都在过去两年发表了, 疲软的销售额和利润预期。 英特尔今年10月警告称, 该公司正在准备数千人的裁员, 以便在2025年年底之前最多缺减100亿美元成本, 应对其晶片需求的进一步降低。 由于消费者支出放缓对手机销量构成冲击, 行动晶片制造商高通也在11月将营收预期降低了四分之一。 AMD也警告称, 该公司的PC出力期销量将会下滑40%, 英特尔希望其制造部门员工能在明年第一季度休假, 但并未披露LixLib的4500名员工中, 究竟有多少人符合休假资格。 爱尔兰非常依赖大型科技公司和制造公司, 他们为当地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公司税。 今年前9个月, 爱尔兰的企业税总额接近140亿欧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亿欧元。 许多全球科技巨头都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 但Twitter、Meta、Stripe等公司都有可能在当地裁员数百人。 爱尔兰投资促进局IDA, 尚未对英特尔的无薪休假消息发表评论。 但爱尔兰总理之前, 欢迎英特尔在50亿欧元投资承诺的基础上, 追加120亿欧元建设新的设施。 这个新设施有望再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 爱尔兰总理还表示, 这笔投资充顿表明该公司对爱尔兰深刻而持续的承诺。 英特尔目前正在量产原先10奈米的 Intel 7工艺节点晶片。 但英特尔副总裁间技术开发负责人, Kelleher表示, 他们已准备好开始制造, 原期奈米的Intel 4工艺节点, 并将准备在2023年下半年, 转向对标页界3奈米的Intel 3工艺节点。 虽然像7奈米这样的术语, 如今可能与晶片生产的实际世界关系不大, 但Kelleher致力于恢复英特尔的光彩。 他说, 他的预算是安全的, 不会受到公司成本削险的影响。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曾誓言表示, 要重新夺回生产技术的领导地位, 这曾经是该公司数十年来, 在价值5800亿美元的半导体行业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一。 但目前来看, 英特尔的制造技术比成落晚了5年, 他领导下的Kelleher的团队, 正试图弥补英特尔尖端晶片交付延迟, 该集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加快引进新工艺的努力。 如果基辛格的计划成功, 英特尔将扭转市场份额, 输给AMD和辉达等竞争对手的局面。 基辛格试图抢夺台积电和三星晶片代工的业务, 更好的晶片制造技术也将使英特尔吸引客户。 不过,不久前, 英特尔代工服务IFS主要负责人Farcore已经辞职。 对此,分析师认为英特尔代工服务恐面临更大挑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